到中油加油站來加油 此時若身上帶有一張中油卡 不僅在簽帳的時候可以免簽名 而且在自助加油的時候 也可以比較省 然而不少我們就覺得 有些地方用起中油卡 好像有些人給他卡卡的 過去高速公路沿線加油站 都是中油獨霸 近幾年卻被台塑 悄悄攻成略地 集中服務區消涨變化最明顯 2000年前還是中油天下 但到2000年時 台雅卻已經快可以 和中油分庭抗理 到了2017年 中油讓出台安 關廟後正式退居第二 拼服務也爭地盤 中油今年破天荒 以每個月700萬元的租金 搶下中立休息區加油站 創下租金最高記錄 台雅也以三倍價 590萬月租金 標下關係休息區 除了服務 一般開車民眾 其實暗藏著另一股搶客角力 所以用車對卡的多半都是吃什麼油的 中午的 汽油還柴油 那個柴油 油染車的話柴油的話 它的油桶都來自一般的轎車的 還要來得到 業者不惜雜價聚資 插氣活到休息區 主演就是車對卡 以卡綁車的超級吸金功力 對 它的銷量確實是恢復 我說它是目前最高的 110公平左右 原原不覺得車潮就是前潮 加上柴油又比汽油利潤高 南北往來大車就是主力客戶 接下來四個服務區交戰 標金會不會再創紀錄 也成了各界關注焦點 這期關網民禁語 台北報導